现在万千少女放弃当总裁夫人 养了一只蛙 当起了操作了心的老妈 但是你还在瞎养你的蛙妈 那你可真是太不称职的妈了 以下是史上最强玄学攻略 看完你就是世上最好的妈 先讲一下基础操作 游戏只有三个场景 庭院 家中和商店 平常你的蛙儿子会在家或者出门旅行 你只需要准备行李 他去旅行回来就会给你带礼物和照片 其中的乐趣就是 每个蛙都有他的脾气 当妈的感受也就不相同 这款游戏通用货币就是三叶草 只要有三叶草就能买买买 但如果你坚持不克要做非洲人 这里有一个风骚的操作 三叶草隔三个小时就能涨满 系统时间可以调 但调了之后就调不回来了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睡觉前调时间 收夜间的两三拨草 闭眼挣钱不是梦 接着拿着这么多草 要怎么极致的买买买呢 先说食物 行李里如果放的是葡萄斯康 很少出门可能带回一张照片 放三明治匆忙出门 带回一到两张照片 放南瓜饼会出远门 增加旅行的时间 带回两到三张照片 放野蒜馅饼会缩短旅行时间 很快回来 带回一到两张照片 艾草饼会去炎热的地方 翔虫包子会去寒冷的地方 再说道具 这三个都是棉布 带上的话挖会去城里 带回的照片挖会披着棉布 根据棉布颜色不同有变 这三个都是帐篷 会去野营 照片上挖会使用帐篷 不过根据价钱不同 也赢的概率不同 贵的这个概率大 这三个都是碗 会乘船旅行 照片上挖会坐在碗里 也根据价钱高低概率不同 这三个都是灯具 会去探险 照片上挖会提着灯具 至于护身符就是四叶草 获得来源就是从地里偶尔长出来 看你运气了 还有串门动物也会耸 收拾好自己想要的行李之后 按一下按钮就可以了 还要摆桌子 放上随意的食物 挖才会回家 否则它就离家出走了 这里不需要按按钮 否则桌子就清空了 来串门的小动物有 蜗牛 蜜蜂和乌龟 它们会送花很多草和券 但是要招待好哦 点一下小动物 选一种食物就可以喂食招待了 万能食物是温泉馒头 三个小动物都爱吃 蜗牛爱吃奶酪 牛奶大蜜 蜜蜂爱吃五彩豆 草莓 桃子 乌龟爱吃茶叶 接下来说得到的券怎么用呢 是攒着抽奖的 五张券抽一次 黄球奖品是车票 直通东西南北方向景点 红球奖品是金瓶糖 经常会遇到蝴蝶 绿球奖品是鸡蛋丸子 经常会遇到老鼠 篮球奖品是护身符 分别会去东西南北地区 粉色护身符是为之惊喜 可以带上试试 接下来教你如何遇到 自己喜欢的小动物 蝴蝶试探险家 带上帐篷 香葱包子 金瓶糖 去北方就很容易遇见蝴蝶了 老鼠是个吃货 带上棉布 鸡蛋丸子 爱草饼 去南方森林 很容易遇到老鼠 螃蟹似乎经常会 出现在碗里 带上碗就可以了 随着挖的旅行经验增加 会赐给挖各种称号 换个称号去旅行 还会有各种不同的效果 现在学会怎么当妈了吗 不要再唠叨你的宰 只会宅在家看书 瞌睡削铅笔了 赶紧收拾心理 让它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吧 还是学习自己对话贪心